作詞・作曲 李宗盛 電影收割工作要由電影的首集開始 我們收集電影的資料回來之後 就把這些資料放在這裡 其實我們要先檢查一下這些資料 其實它本身的狀況是怎樣 如果需要一些損壞的話 我們要先修補它們 令它們在一個比較好的狀況下 然後我們才去保存它 如果你說電影收復的話 其實就是整個過程 電影在香港的歷史已經有100年了 我們從一開始就開始做一個搜集的工作 因為一間館其實沒有藏品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做事 就是要做搜集的工作 但是我們經常說的一句話 就是我們其實跟時間競賽著的 因為一百年的歷史 但是我們只是成立了有二十年的時間 我們是不斷地去追 去追回很多年前的東西 而我們不僅要追回以前的東西 其實歷史是繼續發生著的 我們是現在將來的東西 我們是繼續向將來也要看的 所以我們不僅是在看以前的東西 我們是繼續向將來也要看的 收到一個請求 這裏就有十七個字 搜集組將一套電影收集之後 它就會傳到到我們收復組裏 做一些檢查 我們同時就會 首先幫它做一個簡單的狀況檢查 首先會量一下它的收縮度 看看哪個位置會有損壞 就寫下它 如果有些很嚴重的損壞 我們可能需要做一些修補 整套電影可能有幾本 我們就會寫上有多少數目 和它的尺數 記下它損壞的位置 這個菲林變壞的時候 其實是它的藥膜 電影機器那些出現變化 這是一個不能逆轉的化學變化 如果在傳統光學技術上 要不就印了一條新的烤背 但是因為現在 這個印片的行業 都已經開始沒落 市面上 香港來說 也不再有衝印公司 去衝印一些電影的烤背 如果要印的話 可能要拿去外國做 如果我們不用光學技術的話 我們可以用數碼 電子技術去做一個修復 借助電腦的軟件 可以做一些製作 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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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的文化是很需要製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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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遠都可以看回200年之前的東西